明龙庆二年,魏忠贤在和尖宿宁的一户贫困人家出生,他从小就不喜欢读书识字,整天在外玩耍,并和一些地痞无赖交上了朋友。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发有手好闲了,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他酷爱赌博,为了逃避赌债经常东躲西藏。 长大成人后,他娶了马氏为妻,并有了一个孩儿,但他依然没有改掉一身的恶习,被人称为世锦无赖。 有一天他又去赌博,由于赌运不佳,将手里的钱都输光了,最后还欠了赌债,因为还不起,他便跑到一个酒楼中躲了起来,没想到债主还是找到了他,并将他拽到了大街上,打骂,羞辱他,让他用自己的妻子抵债,为忠贤修奋交加,感到无地自容,于是就抛弃了妻儿离家出走,在外面四处流浪,流浪期间他一直在寻找出人头地的办法。 通过一番痛苦的思考,他终于下定决心,自公后到皇宫中当太监。 在当时,做太监称得上是很时髦的职业,因为太监有机会接近皇上,一旦受到皇上的恩宠,便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到时就连整个家族都能跟着沾光,对于他这种好吃懒做的人来说,可称得上是出人头地的洁净。 于是魏忠贤狠心自公,启程来到了北京,托人找门路,最终进入了皇宫。 刚进宫时,他是最下等的太监,被安排做杂役。 这种日子和魏忠贤理想中的日子差得太远。 于是他凭着阿谀奉承的本事,投在大太监魏巢门下,并从此时其改姓礼,明镜中。 莫过多久,他靠自己的花言巧语讨得魏巢的欢心,在他22岁时就已经由一名普通的杂役太监转到司礼尖兵笔太监,掌管东厂的孙仙手下,负责管理库房。 管理库房能捞到很多好处,这使魏忠贤逐渐富裕起来,而且这份工作也比原来的工作轻松许多。 在宫中立足之后,魏忠贤才恢复原姓,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极力巴结魏巢,并和魏巢结拜为异姓兄弟。 魏巢被他哄得非常开心,便将他推荐给后宫的王才仁,让他当上了半山太监,负责管理伙食。 王才仁乃是神宗万里皇帝的一名妃子,皇太孙朱有孝的生母,当时管理太子宫式的太监是王安。 魏忠贤就通过太监魏巢介绍,又投到王安门下,并逐渐受到重用。 这对魏忠贤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因为这是接触未来皇上的大好机会。 由于朱有孝年幼,魏忠贤便抓住小孩子喜欢玩耍的特点,想方设法哄朱有孝开心,并且不时地送些宫内少见的玩物和各种美食给太子,以此来取得朱有孝的欢心。 朱有孝的奶妈名叫克氏,这是一个很有诚服的女人,做事情也非常狠毒。 克氏也知道朱有孝早晚都是皇帝,因此总是极力讨好她。 按照皇宫的惯例,皇子停奶后,奶妈必须离开皇宫,但克氏却不想离开,于是她想尽一切办法,让朱有孝对自己产生依赖感。 朝中的大臣们曾经多次上书,要求克氏尽快离开皇宫,但善于利用皇子感情的克氏依然留在了宫中。 朱有孝的母亲去世后,克氏便扮演了朱有孝母亲的角色。 魏忠贤看出克氏在朱有孝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于是便向克氏大献殷勤,讨得了她的欢心。 朱有孝在16岁时当了皇帝,称为西宗。 这时克氏的地位也随之高升,魏忠贤为了爬得更高,便加紧讨好克氏,终于令克氏抛开魏巢,与魏忠贤结成了对时就是太监与宫女结成挂名夫妻。 魏巢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开始怨恨魏忠贤,并试图将克氏拉拢回来。 但魏忠贤很有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克氏反而越来越疏远魏巢。 魏昭气氛异异常,为了夺回克氏,开始在前清宫的暖格子里大骂魏忠贤,随即两人冲突不断升级。 事情越闹越大,最后传到了西宗朱有孝那里。 为了平息这件事情,西宗亲自出面,询问克氏愿意和谁对时。 克氏说自己喜欢魏忠贤,讨厌魏巢,西宗便亲自指明将克氏配给魏忠贤。 魏巢知道无法改变局势,只好灰溜溜地退到局外去了。 莫过多久,这个曾经帮助过魏忠贤的魏巢就被他们在凤阳害死。 克氏总是想尽办法哄西宗开心,因此西宗对他也是恩宠有加, 还把他的儿子侯国兴任命为锦衣卫千户,将其封为凤圣夫人。 此时的克氏荣华富贵应有尽有,整天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 每次出门都有许多家奴婢女在一旁服侍。 他坐在八台大轿上对众人直手画脚,宫中所有的下人都称呼他为九千岁老太太。 魏忠贤也在克氏的鼎力协助下逐渐受到西宗的赏识。 莫过多久,西宗就将魏忠贤从西新司提升为斯里坚禀彼太监。 斯里坚禀彼太监的职责是代替皇帝执阅大臣们的奏章, 算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本来这个职位只有十字的太监才能担任, 但魏忠贤根本就不是字,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魏子权凭借克氏的帮助。 魏忠贤有了皇上这座靠山,手中也有了权力,就变本加厉, 在宫内胡作非为,宫女和太监都受到他们二人的管制, 如果有人不服从就会受到迫害。 为了使自己能够获得更大的权力,阴险的魏忠贤摸透了西宗的脾气秉性, 他知道皇上生性好动,特别爱好骑马、范州, 于是就投其所好,命人到各地挑选上好的马匹公皇帝骑城, 这使皇宫几乎成了跑马场。 除此之外,魏忠贤还经常怂恿皇上到北海范州, 为了博得皇上的开心,有时候他与客室还充当船夫, 魏忠贤还将宫女与宦官们组织起来在宫中劣阵, 早晚都进行操练,称之为内操,皇帝可以像将军那样指挥众人互相交战, 糜烂的生活使民西宗逐渐荒废了朝政。 西宗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土木工程, 他不仅会使用斧具,还能够盖房子,刷油漆, 最为拿手的就是雕刻制作小型的工艺品。 西宗在干活的时候全身心投入, 任何事情都无法使他分心, 就算是有大臣禀报国家大事, 他也极不耐烦, 深知皇上禀姓的魏忠贤见有饥可乘, 便专门在西宗专注于木工活时拿出大臣们的奏章, 请求皇帝批示, 西宗便不耐烦地说, 我忙着呢,你先处理一下。 时间一长, 批阅奏章的权力就逐渐落到了魏忠贤手里, 魏忠贤也就开始为所欲为, 许多事情都不在禀报皇上, 而由自己定夺, 有些事情群臣明知是魏忠贤的主意, 可是也只得照办, 魏忠贤全是欲高, 野心也更大, 他在每次出宫时, 都坐着高贵华丽的车子, 身着锦衣玉带, 锣鼓开道, 声势浩大的队伍在后面跟随, 手持佩刀的卫视前后拥促, 许多官身都跪拜在道路两旁, 称呼九千岁。 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在历代的宦官中, 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而西宗的懦弱昏庸也称得上少见, 魏忠贤的权力越大, 他就越感到害怕, 怕自己失去权力后遭到别人的报复, 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 他开始培植自己的武装, 他在宫中挑选体格剑状的太监组成一支禁军, 将从兵部要来的大量火器配发给重太监, 魏忠贤经常带领这支队伍在紫禁城内操练, 队伍的指挥部就设在武丰楼上, 为了长期控制这支队伍, 魏忠贤将自己的心腹安插到军中, 并让他们在军中担任要职, 这支队伍在紫禁城内演练时, 鼓声隆隆, 火气发出的声音扰得皇宫不得安宁, 魏忠贤穿着盔甲, 骑着高头大马巡视军队, 就算西宗在场, 魏忠贤也敢骑马来回吉池, 西宗却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极端的纵容使魏忠贤愈来愈放肆。 当时朝廷中的许多士大夫都是东领党人, 并以江南士大夫为主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东领党人主张开放沿路, 实行改良, 并拥有左右舆论的力量, 在朝中也占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 内阁首府叶向高, 礼部尚书孙慎行, 都御史邹元彪和左都御史赵南兴等人都是东领党人, 此外, 还有左副都御史高攀龙, 左副都御史杨连, 前都御史左光斗等人。 刚开始, 魏忠贤与东领党人的关系还不紧张, 并且很敬重赵南兴, 但赵南兴却在一次交谈中郑重地告诫魏忠贤, 不要对皇帝有什么歪主意, 要尽心尽力侍奉皇帝, 这句话令魏忠贤非常不高兴, 天启三年, 魏忠贤当上了东厂提督, 许多东领党人的对头纷纷投靠魏忠贤, 而魏忠贤也需要结交朝中的文武大臣, 两下一拍即合, 他让田尔庚掌控锦衣卫, 徐显纯升任政府里行, 负责监视朝廷内外动静, 发现异常, 立即镇压, 与此同时,魏忠贤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 抬大量网罗宫中的太监, 时间不长, 司礼兼太监王体前, 图文府, 石元雅, 李永珍等人都成了他的党羽, 此时, 魏忠贤想方设法大力网罗党羽, 让自己的心腹把持朝中的要害部门, 然而魏忠贤和克氏的所作所为 已经引起了东陵党人的强烈不满, 他们打算拆散魏忠贤和克氏, 以削弱他们的势力, 所以御史必左舟, 刘兰尚书, 建议西宗将克氏遣送出宫, 但西宗很迷恋克氏, 他以皇后年纪尚佑, 需要克氏照料为由拒绝了东陵党人的建议, 但由于大多数官员一再上书, 西宗无奈, 便将克氏送出宫, 但莫过多久又派人将其接了回来, 这就使东陵党人拆散魏忠贤和克氏的计划失败了, 魏忠贤因此对东陵党人怀恨在心。 天启四年初, 以御史理应生为首的众位大臣先后上书, 共同揭发魏忠贤犯下的种种罪行, 可是西宗却没有看到大臣的奏章, 因为所有的奏章都需先由魏忠贤过幕后转成西宗, 魏忠贤发现有弹劾自己的奏章便扣留下来, 然后以西宗的名义责备朝中大臣。 天启四年三月, 魏忠贤之事当于己事中赋岳和自己的外甥傅英亲向西宗诬告汪文言, 西宗偏听偏信, 将汪文言捉拿下狱, 交掌振抚司刘桥审理, 最后汪文言遭到停障, 并被革职。 魏忠贤认为刘桥对汪文言的处罚太轻, 一怒之下将刘桥革职, 把自己的心腹之一徐显纯推到了掌振抚司的职务上。 天启四年六月, 副都遇使杨连见魏忠贤无法无天, 非常愤慨, 杨连将魏忠贤的所作所为整理成二十四条罪状, 冒着生命危险上奏西宗。 奏章中写道, 其罪一, 魏忠贤原本是世锦无赖, 中年静身静入宫中, 在博取皇上信任后, 擅权乱政, 破坏祖宗的内阁票拟制度。 其罪二, 为了减除一己, 魏忠贤之使党与孙杰陷害顾命大臣留意了。 周家摩, 导致二人离位, 皇上因此落下了驱逐先朝老臣的罪名。 其罪三, 魏忠贤罚不明, 颠倒是非, 排斥公正无私的忠臣孙慎行。 邹元彪, 袒护制造混乱的方从者, 上述所言句句属实, 只是皇上左右的人畏惧燕贼的权势不敢上奏, 外庭百官静官事态发展也无人上奏。 虽然有人揭发燕贼的罪行, 但客氏又在皇上面前为他开脱, 致使无法无天的燕贼依然我行我素。 如今燕贼依托门墙, 宫中府中大师小事, 无一不是忠贤专善, 宫廷之内都只知道有忠贤, 不知有皇上, 皇上的尊严何在? 皇上年富力强, 岂能受制于宦官小人? 请皇上召集文武百官, 将其言成, 以正国法, 并将客氏遣出皇宫, 以清除隐患, 若能为国处此大害, 臣就算一死也在所不惜。 杨廉在奏章中提出的任何一条, 罪状都可将为忠贤和客氏置于死地, 杨廉上奏章的事情 很快就在百官中传开, 所有的正直大臣都很敬佩他。 魏忠贤看到奏章后, 认为此事非同小可, 于是他利用奏章尚未交给西宗的机会, 急忙将客氏和王体前等心腹召集到一起, 商讨应对之策。 一番密谋之后, 众人一起去找西宗, 魏忠贤来到皇上面前哭诉道, 奴才一心为皇上办事, 没想到反遭到了杨廉等人的恶意诽谤。 奴才就算是死也无法报答皇上的恩情, 怎能做出对皇上不利的事情呢? 恳请皇上免去奴才的职务, 让我可以专心侍奉皇上。 各事趁机也在一旁说魏忠贤忠心为主, 从没做过违法的事情, 杨廉等人是在诬陷魏忠贤。 此时的西宗并没有越看走章, 而是命一旁的王体前念给他听, 王体前依照事先制定好的计划, 在宣读杨廉的奏章时故意歪曲原意, 并将要害出略去不念, 每念完一条, 魏忠贤便为自己辩护一番。 在他们的迷惑下, 西宗不仅没有责怪魏忠贤, 反而认为杨廉捕风捉影, 下旨将杨廉训斥了一顿。 皇上斥责杨廉的事情令满朝的大臣非常气愤, 迁都玉石左光斗, 屯田四郎中万景, 都给誓魏大忠, 己诗忠陈良迅, 御史原话忠等七十多名大臣联名上奏, 请求弹劾魏忠贤。 河南道御史原话忠在奏章中写道, 魏忠贤仗日毕月, 成威作福, 誓大臣如奴隶, 赤言官若孤除, 朝野共威, 人神共奋, 李英生也在奏章中义正词严地写道, 杨廉弹劾太监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 并非杨廉一人所言, 而是朝中百官的共同新生。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 有百多份奏章上承朝廷, 内阁重臣叶向高, 礼部尚书翁正春也极力主张将魏忠贤赶出皇宫, 但是昏庸的西宗不但没有采纳众人的意见, 反而替魏忠贤辩护, 正是朕所钦才, 并将此事交由魏忠贤自己处理。 魏忠贤知道西宗有意偏袒自己, 便在西宗离朝之后, 立刻以西宗名义训责众位大臣, 随后知识手下党羽搜集与自己为敌的大臣名单, 开始计划如何处置他们。 没过多久, 公布郎中万了又上书, 魏忠贤生性狡猾, 贪得无厌, 无事生非, 陷害忠良, 皇上怎能将他留在身边呢? 奏书呈上去后, 魏忠贤勃然大怒, 他将先前百官弹劾自己时的满腔怒火 都发在万了身上, 当即派党羽到万了的家中捉拿万了, 随后将万了带到宫中, 打了他一百亭杖, 致使万了被活活打死。 万了死后, 寻成欲使林汝珠因处置犯罪的宦官而得罪了魏忠贤, 林汝珠怕遭到魏忠贤的报复, 急忙逃到尊化, 因为林汝珠是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的外甥, 魏忠贤便趁此机会, 诈称叶向高将林汝珠逆藏在自己府上, 并派大批党羽包围叶宅, 强行搜辅, 叶向高是三朝元老, 怎能受此侮辱, 他立即上书请皇上罢免魏忠贤, 但西宗毫不理会, 叶向高无奈之下请求回乡养老, 昏庸的西宗竟然当即点头同意, 叶向高走后, 魏忠贤加快了打击东陵党等政治人士的步伐, 杨连,魏大忠等十几位忠于朝廷的大臣 因为受到迫害相继辞官, 魏忠贤趁此时机, 将自己的心腹们安插到了各个重要的职位上。 在魏忠贤的淫威下, 许多贪生怕死, 建立妄议的朝中大臣都投靠在他的门下, 从朝廷到地方, 共有八十多位大臣投靠他。 在魏忠贤众多的甘义孙中, 以五虎,五镖, 十狗,十孩, 四十孙等人最出名, 他们为虎作娼, 无恶不作, 是魏忠贤迫害反对者的得力助手。 在这些走狗手下还有数不清的爪牙, 虚发揭白的李部尚书顾秉谦论年龄能当上魏忠贤的父亲, 但他却带着自己的儿子去拜见魏忠贤, 说自己的胡子已经白了, 直接喊魏忠贤为义父不太合适, 所以请求魏忠贤将自己的儿子收为一孙。 大学士, 李部尚书魏广威因为也欣慰, 便对外说自己查过族谱, 按备份论,自己是魏忠贤的侄儿, 这样一来, 他也就得到了魏忠贤的信任, 他想提拔或罢出哪位官吏, 魏忠贤都能够帮其做到, 因为二人在投靠魏忠贤后都得到了升迁, 所以两人对魏忠贤俯首贴耳, 为命是从。 在魏忠贤残害一己时, 两人非常卖力, 许多诏令都是由他们起草, 然后再以皇帝的名义颁布, 魏忠贤通过这些党羽控制了朝中的内阁, 六部, 常卫以及地方上的大部分总督, 巡抚, 明史曾写道, 自内阁六部, 四方总督巡抚, 便至死党。 魏忠贤身边的大小爪牙们都知道, 只要能哄得他高兴, 就能得到很大的好处, 于是都想尽办法取悦他。 魏忠贤的生日是正月十三日, 每年的这个时间都是手下党羽大献殷勤的好时机, 他们将自己在各地缩刮的奇珍一宝献给魏忠贤。 送礼的队伍还要排长队, 等待着前清宫门打开, 宫门外的台阶上下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礼物, 以至于需要几十名太监来回班上大半天。 由于前来拜授的官员太多, 屋中坐不下, 许多人都只能站在一旁, 拜授的人口中高呼九千岁, 更有甚者还喊九千九百岁爷爷, 这些声音此起彼伏, 震耳欲聋。 天启五年, 魏忠贤再次将与杨连关系密切的内阁中书汪文言抓到大牢中严刑拷打, 他想逼迫汪文言承认杨连, 左光斗等人意图谋反, 从而达到自己斩草除根的目的, 徐显纯在魏忠贤的知识下对汪文言动用了最残酷的刑法进行逼供, 汪文言被打得皮开肉战, 但他宁死也不肯诬告杨连, 左光斗,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徐显纯便写了一份假口供, 在汪文言昏死过去时, 拿着他的手画鸭, 然后将他杀害, 之后魏忠贤知识同党纷纷上告杨连等人打算谋反, 杨连, 左光斗, 周朝锐, 魏大忠, 顾大张, 原话忠等六人因此接连遭到逮捕, 并根据徐显纯捏造的假口供给六人定下罪名, 押送到北镇府司实行丧心病狂的人身摧残, 魏忠贤勒令六人每天跪在台阶前, 在对其施以各种酷刑的同时, 还将他们的衣服全部撕碎, 让他们在外面裸露着身体, 承受着人格上的侮辱, 杨连, 左光斗等人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身上血肉模糊, 瘦型的伤口化浓, 许多地方都露出了骨头, 其状惨不忍睹, 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在魏忠贤等爪牙的折磨下, 杨连被重物压身, 两耳灌入铁钉杀害, 血肉模糊的尸体上爬满了营躯, 他死后被血衣包裹, 草草掩埋了, 左光斗更为凄惨, 死前经受了袍落之刑, 面部被烫得焦烂, 膝下的肌肉都已脱落, 露出了里面的筋骨, 惨不忍睹, 杨连, 左光斗二人被害死后, 魏忠贤认为如果所有人都死在狱中, 影响力太小, 于是便公告天下, 准备将顾大张交给锦衣卫处置, 顾大张不甘心再次入狱受辱, 便服药自尽, 由于药力不足, 没能死去, 他便上吊自杀, 其他几人也遭到了酷刑考训, 先后丧命, 此后魏忠贤更加嚣张跋扈, 也加快了排除一己的速度, 天启五年十二月, 魏忠贤以朝廷的名义, 按照拟好的名单将反对自己的正职官员或削职为民, 或抓捕入狱, 当上书李宗严, 张相达等五十多位大臣相继被罢免官之后, 朝堂为之一空, 对于百姓, 魏忠贤也没有放过, 如果发现有人议论魏忠贤, 便会将其逮捕, 对其施以酷刑, 数不清的人因此遭到了割舌的惩罚, 以致人们在街道上相遇后, 都不敢开口说话, 只能用点头来表示相互间的问候。 天启六年, 魏忠贤又兴起第二次大冤狱, 将周顺昌,周宗健,周启元, 英昌七,高攀龙, 黄尊素, 李英生等人逮捕入狱, 罪名是受贿, 结党等, 当时高攀龙在家中的后花园与两位学生饮酒, 听到周顺昌被捕的消息, 他笑着对学生说, 我向来将生死抛诸脑后, 如今机会来了, 他随即嘱咐妻子儿女不要惊慌, 并立即写好两张纸条交给孙子说, 明天将纸条交给前来的官兵, 随后他将人全部赶走, 整好一关, 向北叩拜后投吃自杀, 他的孙子打开爷爷交给的两张纸条才知道是遗书, 上面写道, 我虽然薛之在家, 但以前是国家大臣, 羞辱大臣就是羞辱国家, 我不忍受辱, 只有像屈原那样为国而死, 百姓听闻无不为之惋惜。 除了高攀龙外, 其余六人在狱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最后都惨死在魏忠贤的手下, 周顺昌裸露着身体被重物压住头部致死, 拒绝给魏忠贤写悲文的 因昌七被魏忠贤定成了反位的罪名, 在严刑拷打之下, 食指被全部打断了, 周宗健被铁钉钉入身体, 然后被沸水活活烫死, 其他几个人在死后, 也都面目全非, 无法辨认。 此时, 魏忠贤已经羽翼丰满, 权势通天, 威服天下, 满朝文武无不养其鼻息, 就连内阁成员曹拟圣旨时, 都要驻名镇于场城。 当年六月, 浙江巡抚潘汝珍为讨得魏忠贤的欢心, 确保自己能享受荣华富贵, 想出了极为荒唐的主意, 为魏忠贤建生辞。 他的奏章地上后, 魏忠贤立刻用西宗的名义下旨, 同意了潘汝珍的请求, 还为生辞四名普德。 潘汝珍剑头机已经见效, 便立即向百姓收取剑妙的银两, 使得许多老百姓为此倾家荡产。 在潘汝珍的权力督造下, 魏忠贤的第一座生辞在杭州西湖畔出现了。 这座生辞的规模和精巧程度不亚于皇宫祠堂。 魏忠贤的雕像和本人一般大小, 用纯金铸成身体, 用珠宝玛瑙制成了五官, 穿着的衣服也极其华丽。 在普德祠落成的当天, 潘汝珍率领当地的文武官员向魏忠贤的雕像型跪拜大礼。 再加上鞭炮齐名, 杭州西湖被弄的乌烟瘴气。 杭州的普德祠建立后, 各地纷纷效仿。 在苏州有普惠祠, 松江有德新祠, 扬州有詹恩祠, 淮安有詹德祠, 在北京有茂勋祠, 广仁祠, 隆恩祠, 在全国建立的生祠数不胜数, 而规模也是一个比一个宏大。 建一座生祠至少要花掉数万两银子, 最多者达到了上百万两, 这就给老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由于修建生祠, 光开封就拆毁了上千间民房, 更有甚者, 有的地方拆毁了一万多间房屋, 致使百姓居无定所, 只好在外流浪。 一些政治官员反对这种祸国殃民的做法, 都没能逃过魏忠贤的毒手, 像胡适荣, 耿如记等人就是因为反对修辞而丢掉了性命。 魏忠贤的专横使得天启年间励志腐败, 官僚机器基本陷于瘫痪, 努尔哈赤建立的后京政权此时成绩南下, 很快就攻占了辽东, 辽西的大片土地。 天启六年, 袁崇焕率军击败努尔哈赤大军, 努尔哈赤在交战终身受重伤, 退兵后病死于圣经, 朝廷将这一战役夸耀为宁锦大劫。 领兵浴血奋战的袁崇焕因不肯投靠魏忠贤而魏家封赏, 但吏部尚书王少辉为讨好魏忠贤, 却尚书说这都是魏忠贤用人得当, 应该予以嘉奖。 西宗便下旨重赏了魏忠贤。 当年冬天, 黄集殿, 中集殿,建集殿相继建成, 李永珍,周英秋右上奏宋阳魏忠贤的功绩, 于是西宗下旨封魏忠贤为上宫, 加安三等, 他的侄子魏梁清由宿宁伯进封为宿宁侯, 并世袭锦衣为指挥, 就连刚会说话的魏氏小儿也被封绝受官。 年仅三岁的魏梁洞被封为东安侯, 二岁的侄孙魏明亦被封为安平伯。 最为可笑的是, 山东发现真奇动物, 巡抚李经白话图上报朝廷, 礼部尚书黄历集在草拟圣旨时说, 这都是因为场辰德性好, 所以才能出现吉祥之寿。 魏忠贤虽然全是炙手可热, 但他倚仗的是不安正式的西宗朱油孝, 如果这个靠山倒了, 他也就失去了发号施令的依据。 天启七年八月, 西宗病重, 魏忠贤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保住西宗, 自己的地位才能得以巩固, 因此他挖空心思地调理西宗的身体, 张皇后对此也十分焦虑, 当时有传言说魏忠贤阴谋篡位, 这使得皇后坠坠不安。 西宗荒饮无度, 却没有留下儿子。 西宗的武帝姓王朱油简为人恭敬, 张皇后认为他可托付大事, 便想向西宗推荐姓王为皇位继承人, 但魏忠贤等人始终在宫殿内外把守, 令张皇后一直未能如愿。 直到有一天, 魏忠贤有事离开西宗床前, 张皇后便乘机传召信王朱油简进功面胜, 西宗躺在并踏上有气无力地对信王说, 望无帝将来能成为像我一样的君主。 魏忠贤是忠臣, 英语以重用, 信王只是跪在地上叩头, 并未做表态。 当年8月23日, 23岁的明熙宗驾崩, 信王朱油简继承皇位, 称为宁司宗, 定年号重贞。 此时的魏忠贤没有了靠山, 感到性命难保, 他手下的党羽也都胆战心惊。 魏忠贤思考再三, 决定发动宫廷政变, 夺取皇位。 在与新副兵部尚书崔承秀密谋时, 崔承秀却认为异性登基不可能, 真要发动兵变, 各地的军队必然前来攻打。 魏忠贤只好作罢。 朱油简登基后, 深知魏忠贤和克氏的厉害, 也知道狡猾的魏忠贤数大根深, 党羽众多, 自己稍有不慎, 就会遭到他的毒手, 于是就采用麻痹战术, 说, 亲服左镇的皇兄, 劳苦功高, 不过清是内臣, 无法封赏爵位, 朕想封清职魏良清为太师, 敬宁国公, 并赐铁券, 作为镇对清的酬劳, 魏忠贤听后才放心了。 但是莫过多久, 崇祯帝便将兵部尚书崔承秀罢官免职, 又以建立生辞劳民伤财为由, 将浙江巡抚潘汝珍贬为平民。 当年九月, 他又下令将克氏遣出皇宫, 这是崇祯清除魏忠贤势力的前奏, 这时许多官员看出了崇祯皇帝的意图, 纷纷尚书弹劾魏忠贤, 请求皇上将魏忠贤等兼党全部铲除, 加兴共生前加征弹劾魏忠贤时大罪状, 与先帝平起平坐, 诬陷张皇后, 大兴内操, 弄兵宫廷, 破坏组织, 总览军权, 控制曹运, 扰乱朝政, 训私舞弊, 受贿殉情, 崇祯帝当即将魏忠贤集中在宫内操练的军事解散, 并免去魏忠贤私礼监和东厂总督的职务。 当年11月, 崇祯降旨, 命魏忠贤赴凤阳皇陵担任烧香太监, 看守祖灵。 此时的魏忠贤还心存幻想, 携带着自己搜刮来的财宝和铅匹号码, 在当羽的护送下启程。 当魏忠贤途经赴城时, 听说崇祯皇上下旨要处死自己, 惊慌之余, 心中凄凉, 认为生不如死, 便于当天晚上和他杆子李朝亲一道上吊自尽, 崇祯得知魏忠贤自杀后, 便命人将魏忠贤的首级挂在河间市中, 并没收全部家产, 随后又处死了客室。 莫过多久, 朝廷颁布清定逆案, 当即处死六名首恶, 秋后处决19人, 冲军11人, 隔职44人, 徒刑三年后准许赎身魏民者129人。 宦官魏忠贤虽然死了, 但他在短短的七年中专横跋扈, 善权乱政, 给明末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这直接导致了17年后明朝的灭亡。 历史趣闻, 欢迎分享订阅史多多。